一个刷机档有免的痛是什么 在刷机的过程中 然后让你手机变成砖 研究了一天 最后是不成功了 这就是这个刷机的痛点 一个痛很痛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我之前有一些粉丝 他们自己刷肉 是刷不成功 后来他跟我说了这些问题 我感觉是非常的耐人寻味 这个视频是通过简单的几分钟 让你刷回以前的历史版本 可以高效的去刷机 高效的去玩 高效的去聊天 都是没什么问题 只要你直接认真的 看完一个刷机的步骤 从此告别 以后不要在同一个地方 踩同一个坑了 这期要说的是小米Mac 4 折叠手机的一个刷机的方法 这边就是小米Mac 4的这个刷机包 这边没有13的 最新的是13.0.3的 还有个中产阶级的 米U12.5的 也是有三个系统 米U12的 我如果刷了 我会选择刷到米U12的 最低的就是米U12.0.5的 如果我选择到 我会选择这个米U12.0.5 Mac 4的这个系统包 还是蛮多的 如果大家再使用这款折叠手机的话 想刷回来 就自己去刷了 这个步骤是非常的简单 好了我们现在要打开那个小米的那个解锁软件 点这个文件 然后 同意登陆我们那个账号 它会检测你那个小米的手机账号是否解锁了 大家开机都首先要按下音量键的下键 就是平时减价尽量那个键 然后再按那个电源键 这样子能保证你开机的时候 它能进入那个工程模式 我之前也刷过机啊 但是现在我是给大家模拟一下 大家看到没有 我现在我的那个手机是该设备 解锁时会清理所有数据 大家在那个解锁之前 要把那个数据给备份一下 都备份一份 不然你的所有手机里面 所有的数据会把它清理掉的 我的手机系统之前有刷过 但是我觉得那个04版的系统 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太喜欢 我现在把它刷到05版了 大家看到 我现在我的设备之前 我是已经刷过了 然后它是已经解锁 不用我解锁 如果你的手机是第四解锁的话 它会显示这里要登登陆你那个小米账号 到这边的话 你点解锁 它飞到这边检测检测 然后就检测完毕 检测完毕的话 你不要开机吧 你手机不要开机 把它关掉 重新进入那个 这个线刷软件 就这个 双击点 然后双击打开 然后选择你要刷这个米优的版本 我现在要刷那个米优12.05 就这个版本 然后大家写到这一层了 然后大家 点加载设备 看到没有 然后你的编号就是1 我的就是1 这是我的设备 如果你 编号这里如果是0的话 你会刷不出来 因为可能是你有一些bug的问题 然后下面还有那个下面这个 全部删除保留用户数据 全部删除并log 我建议大家不要选择 全部删除并log 因为你你解锁的时候 它已经把你全部数据都删除掉了 然后直接点全部删除 然后就点刷机吧 现在有个问题 它刷不了 什么原因我看一下 然后手动选吧 我之前也刷到了这个地步 出现了这个红线 这就是等于刷机是失败的 然后我知道有个问题在哪里 然后我昨天刷机 是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啊 然后我昨天晚上研究到了23点30分 我觉得太困了 就睡觉去了 早上我再一次研究了一下 而我知道这个bug在哪里 它这个文件里面有个文件有错了 大家要找到这个文件 把它给修改一下 然后把前面那两行给删除掉 然后大家单击右键 编辑 然后把这个上面这两行给删除掉 2点保存 如果不保存的话 也是打不开的 大家一定按照我这个步骤来 不然你们的那个所有操作会功亏一篑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奇迹时刻会不会受限 加载了一下 好 我们点刷机 现在就是可以了 大概等两三分钟的时间 他就把它刷机好了 然后你的手机费重启 大家静静的等待一下 大家一定要记得按照我那个操作步骤 把那个里面的那个文件修改一下 不然你的刷机费不成功了 行业人都说刷机要趁紧的 不然都是两行内 刷机之前呢 我劝大家要把所有备份的东西要备份好 不然你的所有数据 钱都会 一无所有 弄东西太烦了 把它刷了一下 我没有我没有把它背中 然后把我所有东西都给删掉了 刚好我绑那个 他的那个小米账号 我的有一 我有三分之二的收集 他上传到了那个云端里面 然后我装了系统 又把它下载回来 对我损失还是蛮大的 然后现在的状态 已经是刷机成功了 就算了 去吧 对我 来吧 厨房 作词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